邓伦好心办坏事,祝宋小宝取胜毁了节目风格,贾乃亮暗示很明显,其实,张艺青作为极限挑战六纪元老,除了是节目的人气担当外,在黄磊、黄博等人退出后,他就成了唯一一位能延续节目风格的人,其中,仅有贾乃亮一人在强称,试图将节目风格引向原来的风格,比如在游戏环节一开始,他就主动搞事情,抢走了雷佳音的任务道具。 可能是被宋小宝的这番话触动,邓伦随后不惜背叛贾乃亮雷佳音,不以余力帮助宋小宝取得胜利,尽管邓伦的做法,让观众看到了人与人交往的温暖面,但他却好心办了坏事,甚至差点毁了黄磊,黄博等人用五年时间累积的节目风格,难怪贾乃亮最后忍不住暗示,直言虽然这仅是一个游戏,可能胜利并不会有什么实际性的好处, 但是在极限挑战,游戏还是得分出胜负,如果大家一味互相谦让,那么大家辛苦录制就没了意义,这句话虽然有些打跃云棚等人的脸,但是却点出了极限挑战能否翻身的关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